我们今天是这样安排我们的这次活动的 当然大家现在手里面已经拿到了两位老师写的求职信 非常谢谢李心悦老师和纳塔利老师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在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修改练习之前 今天想向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做汉语批改 汉语作文批改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修改符号 我觉得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 修改符号有许多种 常见的有十多种 但是今天呢 我能想向大家介绍最主要的这几种 关于修改符号 见过了吧 最常见的这是第一种 神 好不客气的 提克就是要删 如果觉得一些不合适的 多余的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直接把它们给删除掉 可以删除字标点符号词短语一些长的句子或段落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样的符号 这里呢是给大家展示了两种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二种 这两个我们都常用 我看看能不能再大一些 哦 是这样的话 别的部分就小了 你直接放印呢 不能放印吗 没关系 嗯 嗯 没关系 嗯 嗯 因为想不到 倒一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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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比如说第二种 我们在用的时候就是这样 哪些部分需要删是多余的 你可以直接把它圈住 然后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嗯 这第二种是 嗯 这是第二种 嗯 绝对这样吧 嗯 嗯 这也是一种 嗯 嗯 说实话 本人最喜欢这一种 我觉得画圈很方便 嗯 而且看起来也非常的美味 很像西瓜 嗯 好 当然了 还有还有就是 呃 虽然不是太规范 但是人们用的也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也很有必要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看到第三种 就是这是一种呃 非常简单直接和迅速的办法 嗯 选中需要删除的内容 就可以了 然后我建议大家用的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 毕竟这两种是非常规范的 这是 第一个修改符号是要删 看下一个 第二个是要删 第二个是要删 比如说会用到这样的 还有 嗯 这样的也可以 或者是 就是 方画 然后 这里会有一个 箭头 这三种符号我们都在使用 但是第三种符号呢 呃 它特别适合于有大段大段内容的时候 你可以用第三种符号 如果是呃 字数比较少的 你可以用第一种和第二种 嗯 我在这里介绍的时候 括号里面的内容 也是我想要强调一下的 是用来调换字词或短句位置的呃 位置的符号 这里说的是相邻的 嗯 如果是不同的段落之间的话 当然这样的符号 我们是不能够使用的 在一个句子当中 或者是呃 在一行当中 嗯 这样的话 或者是上下行之间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呃 符号 这也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 嗯 比我的漂亮多了 嗯 春芽实验学校杭州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符号来表明 应该是杭州春芽实验学校 嗯 还有呢是下面这个例子 我在语文学习中注意了 嗯 读写结合 嗯 它是用这样的一个嗯 符号 我呢也是呃 在准备今天课件的时候也试了试 就是想要把嗯 展示给大家的练习材料 也用这样的形式来标注出来 但是我失败了 嗯 嗯 可能吃我的这个 做PPT的这个水平 不太高 嗯 所以我试了是 最后出来的效果很不满意 嗯 所以只好给大家呃 打印了这个是纸质的 嗯 但是呃 确实是这个样子来处理的话 会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你看也很清楚 好 下面是第三个常用的修改符号 是天 我们有山有幻 嗯 还有天 天就是要增加的一些内容 嗯 那么有一个小问题 这两个例句当中 嗯 我们来看杭州春牙实验学校 增加的内容是在上面 第二个句子呢也是呃 增加了一个标点符号 和一个主语同学们 他们都是在上面 可不可以把需要增加的内容 放在下面 嗯 应该可以了 应该可以 那这个符号是怎么样的 倒过来 嗯 非常好 嗯 嗯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增加内容 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这个符号 再做一些调整 好 天下面就是第四个最常用的 改 改的符号和天的符号很相似 也可以把你修改的内容放在这些文字的上面 或者是下面 嗯 嗯 有要去掉的 有要增加的 有需要移动位置的 还有呢 需要做修改的 这里给大家介绍了四种不同的 但是很常用的修改符号 嗯 除了我现在给大家说的这四种之外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 嗯 也是比较常用的 嗯 比大家说的这四种都是给人家挑毛病的 嗯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人家还有很多写的非常好的 这也是属于批改符号当中的 嗯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给大家画个笑脸 画个红心 哈哈哈 在字的下面 一颗心 一颗心 画上一颗心 哈哈哈 如果有三个字很好 哦 三心 哈哈哈 如果有一行 有一段呢 我们要画多少颗心 嗯 嗯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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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就是用的非常多的一些符号 有这样的 比如说 就是直接在它的字 或词的下面 这样画一下 这些都是 嗯 很棒的句子 嗯 嗯 还有那个 比如说 如果要重重重比一个汉字 嗯 它会加一个 比如说干干净净 对对对对 它写了干净净 嗯 嗯 这个看你选择了 你可以 嗯 这样 添加 嗯 它少了 你可以添加 嗯 但是你也可以把添加的字放写在上面 嗯 嗯 还有你说的是不是我们在写的时候 哦 对缩写 或缩写一下 嗯 就是写的时候一种 嗯 缩写 嗯 严格意义上来说 嗯 如果学生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要非常非常认真的这样 嗯 下面再写上 嗯 嗯 它不是一个很规范的 这样的一个是字体 嗯 字体它都算不上 也不是一个规范的符号 嗯 嗯 嗯 当然了给大家说的都是很传统的 嗯 你们刚才说的画笑脸和画心 是很现代的 嗯 嗯 嗯 这是一些好的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符号 有一些需要修改的 我们可以用上 嗯 嗯 这里给大家介绍的 当然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嗯 如果 如果 嗯 它的上一段 和下一段 它的内容联系的非常的紧密 但是呢 它是分开了 嗯 我们怎么办 把 它写的内容 先框起来 先点鼠标 左键 选中 然后 再画 用这样的箭头来表示 应该上下两部分的内容放在一起 嗯 用的最多的还是我们课件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四种 嗯 如果你在 嗯 使用修改符号的时候 嗯 或者觉得有别的一些情况 你也用的比较多 而我今天没有给大家做一些介绍的 你可以告诉我 下节课 嗯 嗯 还可以给大家补出 嗯 这是 嗯 嗯 我们关于修改符号的一些简短的介绍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嗯 我们来看看这样两封求职信 嗯 嗯 嗯 先来看一下 嗯 嗯 我们老规矩 好的地方我们要学习 我们 嗯 肯定会表扬 遇到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们也会毫不客气的给你指出来 嗯 好 请吧 好 谢谢 我们还是 嗯 一个一个来 嗯 今天从你开始 你直接念出来吗 嗯 有一段内容 然后呢 你再 嗯 告诉我们你觉得哪些地方写得好 哪些地方需要修改的 嗯 嗯 首先还需要练出来 嗯 好 尊敬的一位老师 随性问好 问好 感谢您摆忙之中 神阅我的求职信 本人欲应聘贵院汉语老师一职 今募名求职 望得到贵院的经历 今来 呃 现在将我的简况介绍如下 嗯 嗯 这个木字 是不是错啊 今募名求职 应该是羡慕的木 嗯 对 应该是羡慕的木 嗯 嗯 和这个木子很像 下面的部分不一样 嗯 这是羡慕的木 这是牧名求职的木 嗯 可以用到哪个修改符号 嗯 继续改 就是一个圈 然后再这样 嗯 嗯 对 别的地方呢 或者你觉得哪些很好的地方 你可以表扬表扬 这个摆忙之中 嗯 就用得很好 然后慕名求职 嗯 就改的话 这个如下 就是说我的简况如下 不用这个介绍 嗯 可以用介绍 可以用介绍 嗯 开心老师 你觉得贵愿 还有青睐 这些词 用得恰当吗 嗯 贵愿 应该是恰当的 嗯 而且青睐呢 应该不完全符合这个 这个上下文 嗯 完全符合 完全符合 但是我也不能确定 青睐 其实青睐和贵愿还有百忙之中 还有 嗯 还有 慕名求职这些 都是在写求职信的时候 放在正文开始的部分 嗯 一些非常非常非常规范的书面语 嗯 就是 就是用的 嗯 非常地恰当 加分 加分 嗯 要画心的话 这些几颗心 很棒的句子 很棒的句子 对 百忙之中下面是 这个 嗯 嗯 用上一些书面语的话 会感觉非常的 呃 庄重 嗯 很规范 而且呢 文字也会很简洁 不用说很多的话 好 谢谢这位老师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 嗯 欣悦老师 我们就暂时把你绕开 对对对 我都听 嗯嗯 好的好的 好 嗯 我叫黎欣悦 俄罗斯人 1986年4月出生 嗯 好的 嗯 你可以再补充一个 嗯 我2009年 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印刷 艺术大学 或硕士学位 嗯 很 应该 看不到错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错 好 第一 第二 嗯 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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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 很 具体 很简介 简洁 简洁 嗯 很简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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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饿药的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多余的话 嗯 对 非常好 我这一吃 好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再继续下面的 我2012年到 嗯 去良赞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好吗 嗯 嗯 我2012年 嗯 下决心学习汉语 从此之后 本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 我尽力多了解中国的传统和风俗 后来我进入了两长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看起来是有地方需要修改的 是吗 我在看 嗯 嗯 我觉得我2012年下决心学习汉语 这个句子很好 没有问题 嗯对 它后面的句子 从此之后 嗯 本人对中文与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 嗯 这个句子我觉得有两个地方 我们可以改一改 从此之后 嗯 从此之后 嗯 还要吗 嗯 嗯 嗯 很出面的 非常好 对 是很出面 很 很好的句子 但是在这里 它的作用 没有 要说之后 要说从此以后吗 嗯 我2012年下决心学习汉语 嗯 后面 对中国 嗯 对中国语 中国文化 越来越 嗯 是学习汉语之后 对中文与中国文化 越来越感兴趣吗 是下决心 是这个意思吗 嗯 我开始学习汉语 嗯 就 嗯 开始都了解 嗯 中国文化 传统 方俗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同事 开始了解 开始喜欢 嗯 就这些都很感兴趣 嗯 是 嗯 2012年下决心 学习汉语之后 嗯 对中文与中国文化 越来越感兴趣 对 嗯 嗯 这样的话 这个句子里面 需要修改的地方 只有一个了 嗯 那从此之后 我们就保留 嗯 有一个小地方 嗯 我们 嗯 嗯 不这么说 本人对中文与中国文化 越来越感兴趣 嗯 可以 对 中国文化 可以感兴趣 但是 对中文 不能感兴趣 中文也可以感兴趣 就是 中文与中国文化 越来越感兴趣 我们把 这些放在一起的话 会感觉到 似乎有些重复 哦 就是 中文与中国文化 嗯 我们经常说的是 表示也是中文的 另外一个词语 嗯 韩语 大家可以读一读 感受一下 就是把 中文改成汉语之后 它的句子 从 呃 它的通顺啊 这些角度上 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从此之后 本人对 汉语与中国文化 越来越感兴趣 嗯 嗯 嗯 好 我们看 下面这个句子 我尽力多了解 中国的传统和风俗 嗯 尽力多了解 尽力了解 尽力了解 嗯 这个搭配就 嗯 这个搭配就 不太合适 嗯 我们可以说尽力了解 如果想强调的话 可以说尽力多了解 嗯 可以 多了解 嗯 中国的传统和风俗 风俗 风俗后面 我们常常 嗯 可以再加上一个词 对 风俗习惯 嗯 我经历了解 没有问题 哦 没有问题 嗯 或者我们这个盒子也可以 就不要了 我建议多了解 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 嗯 因为传统和风俗习惯 它们之间的关系 非常的紧密 好 后面的这个句子 后面这半个句子 是 嗯 后来我进入了 梁赞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 学习韩语 也是一个小地方 入大学 不能说进入大学 就是 可以进入大学 可以进入大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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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你先来说一说 看我给你想的 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也是 不用得 大学 得孔子学院 我喜欢得 是不是 可以吗 我们没有想到一起 哈哈哈 你可以试着把得子拿掉之后 我们看这个句子 后来我进入大学 我进入了梁赞国立大学 孔子学院 学习汉语 和我进入了梁赞国立大学的孔子学院 学习汉语 大家觉得这个得子 我们要保留呢 还是要拿掉 嗯 作者说应该把得子去掉 我觉得在这里 有 它在这里也可以 嗯 我想的是另外的一个字 我只能看到 如果 你仔细看 也许 只有后来 可以出问题 不是吗 后来我进入了 后来我进入了 哪儿呢 不需要呢 我们来 把得子拿掉 我们来 看看这个句子 我尽力多了解中国的传统 就是它 呃 在这个句子的意思 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清楚 我们都可以理解 然后从语法的角度上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把得子去掉的话 这个句子显得更为简洁一些 嗯 嗯 因为你 嗯 现在是 介绍的 你 当年学习的 这样一些经历 觉得 那字可以 可以不需要 嗯 那我们继续看 下一个句子 在2013年到 嗯 进修了半年汉语 嗯 那我们 也不可能就出去 哈哈 好 我们 看颜老师 嗯 在2013年 我第一次去 去了中国 嗯 在长春大学留学了一个月 然后 我又去盖连理工 在学进修了半年汉语 嗯 嗯 在第一番去 是不是 嗯 也要去掉 在2013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 嗯 还是最好保留 嗯 我觉得可以 可以保留 嗯 好 嗯 其他地方好像没什么问题 嗯 有什么 又可以修改的 嗯 这个 在这个字 嗯 是不是多余的 可不可以说 2013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 可以 可以说 可以保留也可以 嗯 也可以去的 但是在2013年 我第一次去了中国 也可以 嗯 可以不可以 闪远的 嗯 可以 反而去掉之后 这个句子的表达 不受任何影响 嗯 可以去掉 嗯 我是倾向于 如果 可 去可不去 就不去 嗯 但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嗯 说实话 我们从 表达意思的 清楚上面 还是从语法的角度上 都觉得这个句子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我们知道 还有一个 嗯 因素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你的语感 嗯 语感上我感觉 就好像 后来我进入 梁赞国理大学的 孔子学员 嗯 这个句子 我也是读了很多遍 嗯 我现在 当然 这个 在这里也可以 嗯 我现在还 嗯 不太能够非常清楚的 告诉大家 把 去掉 和保留 去掉 它们之间 在表达意思上 到底有多么大的区别 但是从语感上 我觉得这个 的字我们可以不要 嗯 嗯 嗯 这是从语感的角度 就好像 纳塔利 刚才说的一样 2013年我第一次去中国 在 长春大学 怎么怎么样 没有问题 嗯 这样句子也没有问题的 嗯 嗯 那我们继续 回国之后 嗯 回国之后到 嗯 教授汉语的经验 嗯 回国之后 我成为了 一名初级班的 汉 汉语教教 不知不觉的 我已经教了 两年汉语 我有一定的 教授汉语的经验 嗯 工作之后 我 我成为了 嗯 这个 不能 应该成为 这个 啊 动词 它 是不是 能 能和乐在一起 应该 啊 成为了 在这儿 不可以 但是在其他的句子当中 也可以 达配 呃 成为了可以 可以成为了 嗯 一名 嗯 杰出的科学家 成为了一名伟大的作家 嗯 可以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话 应该成了 比成为更合适 也是从鱼饭的角度来看 但不是 在鱼饭上 成了比 嗯 成为用的范围更广泛一些 嗯 成为的话后面是感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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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要跟的是一些非常 很重要的 嗯 好像有很 做出一些非常非常解出的 嗯 很优秀的 这样一些 嗯 成为一名书记班的 嗯 回国之后 啊 回国之后我 嗯 汉语家教还是汉语教士 家教 嗯 是家教 做家教 啊 家教是个动词 也可以作为名词吗 嗯 也可以作为名词 做家教 嗯 它是动词还是名词 我 在做家教中 家教是 这边 成为谁 汉语家教是个名词 嗯 是个名词 嗯 那就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家教是一个名词 嗯 你刚才说的做家教 做已经是动词了 嗯 家教是名词 嗯 你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教了 两年汉语 嗯 如果继续教 那就要教 后面要教了 我已经教了两年 漢语了 现在还教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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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也可以 也可以 也是 也是动词 对 在这里是动词 教授就是名词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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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叫漢语 嗯 嗯 嗯 能不能把这两个曲子 连结 就是放在一起 我已经教了两年 漢语了 都好 有了 一定的 叫做漢语经验 也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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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哦 我们又没有想到一起 当然这样也可以 我是觉得这个有字 我们可以换一个 就比较树面语的词语 嗯 当然这个词语 也不是很树面语 我觉得比有字放在这里更恰当一些 嗯 是什么 我以为是具有的一个是吧 嗯 不是 经验 嗯 积累了 积累了 想到一起了 我积累了 嗯 一定的 教授漢语的经验 嗯 我觉得一定的 我们可以把一定的再 嗯 换成另外一个词语 嗯 我积累了 一定的放在这里 看起来有一点谦虚 嗯 我积累了 丰富的 我积累了 叫我 让我们听见了